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剛才我已經把未驗的十八瓣藥材 全部拿出來 我們明天開始要盡快驗掉它 其餘的那些我已經封在敷井裡面 這樣做應該不會再有甚麼意外發生 起碼不用怕藥材被人發現 藥提心吊膽 這麼多眼睛看著藥材 燒光尋到河底 對, 在所有人眼中這批藥材已經不存在 直到上春堂真的可以重開的話 那就可以照你這麼說 拿藥材出來治得更多的人 也包括你 一元, 謝謝你 我想跟你說一聲對不起 我一直誤會你 如果這麼說, 我也要跟你說對不起 因為我只是騙了你 還沒讓我們這麼擔心 為甚麼你不一直跟我說話 為甚麼你要瞞著我 因為你是一個好人 而我們這次要面對的 全都不是好人 你在說二叔和細馬 你二叔和細馬不是好人 但是他們比另一個人來說 還相差得很遠 那個人是罪話, 也是罪魏儀 他是魏俊 要騙到他, 甚至乎要連我自己也騙了 但何況是你 所以連繼忠你也要騙了 他跟你一樣, 是另一個好人 何況他現在是副市長的身分 如果我把這件事的真相告訴他 他會很難做 可能還會引發起一些 要念不到的事發生 所以我不想沒有這個險 但是如果你繼續騙著他 他會一直誤會你 當正你是壞人的 他沒有誤會我 我確實是騙了他 何況我丁一元也說不上是一個甚麼好人 這些黑白之間的事 不是我做, 還有誰做的 人家怎麼看我不重要 我只求結果而已 所以你就說對著天地良心 最起碼你還沒知道真相之前 你也相信我 那就已經足夠了 是, 是先生的車 是啊 還有一件事 我想繼忠會問清楚這件事 他應該很快回來找你 明白 急著回去 嘉義 有件很重要的事, 我一定要告訴你 之前你二叔在鬼市買的藥材 原來不是假的, 是真的 原來上春堂的藥材 一直都沒有甚麼消失 他還還混在那裡 帶來那些藥材從藥出佛山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我真是想不到丁一元 會是那樣的人 他一直瞞著我, 也瞞著你 為了錢 他竟然還出了這種事 佳琪, 你是知道這件事的 是不是?佳琪 所以你連繼忠也要騙他 他跟你一樣, 是另一個好人 為甚麼?為甚麼你也瞞著我 我問自己 你有沒有可能知道這件事 但是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你會瞞著我 你到底知道多少 你是不是有甚麼苦衷 阿龍, 為甚麼你不早就跟我說 你跟我說我可以幫你 我可以幫到你的 你可以幫到我甚麼? 如果你覺得我知道了 你可以幫我嗎? 你是副市長 你可以改變了甚麼? 我想重開上春堂 我想我爹不用再坐牢了 你能幫到我嗎? 總之現在全部上春堂的藥材都燒光了 而我知道你現在的身份兩額 如果之後我需要你幫忙的 而我覺得你能幫到我的 我會找你 我要你幫我拿到我的電影 我不會把你交給我的電影 你很想問我 我不會把你交給我的電影 你現在才可說我回應付你 因為你不是想問我嗎? 你會不會有什麼事 我會有什麼事 你會有什麼事, 你會有什麼事 你會有甚麼事 他整天?是不是出去打探什麼消息? 關於二叔有沒有打聽他有什麼犯罪? 警員會不會有事來拘捕二叔? 對了,我聽阿丁一元說 可能還會有警員找上門 令我害怕了整天 上次幸好你說我的是假藥 這次既然你和副市長那麼熟 不如你跟我打聽一下 是呀,你們只懂得顧著自己 頭家出事以來 你們有沒有想過辦法怎麼幫頭家? 你們沒想過,沒能力不敢要 我做到的,無論多辛苦也好 我都會捱過去 但你們不僅幫忙 還拿了東西出來買 如果其中一種藥是有毒的 毒死了人,怎麼辦? 你們做事之前會不會想想後果? 你們是否想杜家永屈發生才能安心? 嘉琪,我… 尤其是你,二叔 你是我們家裡唯一的藍丁 我們本來個個都可以依靠你的 但你一次又一次犯錯 一次又一次嚴重 嘉琪,別這麼勞氣… 二叔知道了,他會反省的 現在上春堂的藥材全都燒光了 我們杜家什麼都沒有了 上春堂有沒有機會重開我不知道 你們將來想怎麼樣 我亦根本沒有能力去管 我對你們沒有希望了 如果你們覺得我們杜家在拖累你們 我們是一家人,我不會阻礙你們 嘉琪,怎麼會呢?我們是一家人,是不是? 阿蓉,怎麼了?抽身都震了 怎麼了?你是不是不舒服? 是呀,尖寒尖寒冷的頭暈暈的 師兄 你今早要泡水,泡得久了,會感傷的 我去沖茶給你 好… 佳琪,你別生我們,對不起 琴姨 最令我失望的是你 佳琪,二叔和世賣是甚麼人 我自己心知肚明 但你明知道這才對我們來說 有多重要 你還夾著他們一起去賣 是二叔逼我的 他說我不敢做,還要逼我 這不是藉口 你不跟我商量一下嗎? 你不僅如此,你還欺騙我 我要探爹,故意調開我 你本來是我最信任的人 我沒想到連你都是這樣的人 不是呀,佳琪 我怕…我怕老爺真的要休了我 我怕不知道可以留在這裡多久 不知道怎麼辦 我只是想為自己打算一下 對 對 你應該是為自己打算 否則爹說得對 我們是不應該拖累你 現在杜家甚麼都沒有了 一家人如果不是一條心 是不應該的 而你想為自己打算 也是應該的 是否一定是要去判斷 是否是要去判斷 原來你們要捉那個走私犯 就是暴傭 他也算沒出息了 靜靜收藥藥,偷偷拿出去賣 老爺,這樣也好 既然藥藥都燒光了 整件事都應該在這裡了結 好吧,算了… 繼聰回來了 副市長 阿丹 繼聰,藝隊長剛剛在說你們 去抓走私犯那件事 爹,我不想再說公事 有什麼事我回市政廳再處理 繼聰 你在這裡幹什麼?副市長 我想我應該和你正式道歉 今天的行動本來計劃得非常嚴密 到最後其差一仗,我應該負責任 你不用再說了 失敗了就失敗了 不需要這麼多藉口 好,既然如此,不搞事了 小心,你以前是軍人 現在又是警察隊長 應該很好打的,是嗎? 我學過武的 拿起劍,我要和你比試 我叫你拿起劍 不怕 我學到我 對 我去救了 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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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爹 我怕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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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副市長, 你沒事吧 走 魏俊, 你不用特意養我 你不是要試我嗎? 你不是要看看我可以去多盡嗎? 我最討厭人在背後鬼鬼祟祟計算人 輸贏我不要緊 是男人的, 就出盡力跟我打 葉比哥 好 得罪了 扶著我的手會舒服一點的 謝謝 我知道你今天去了緝思 被那些酒師客走掉了 別不開心 你每天在市城廳 要處理這麼多大小事務 不要迫自己這麼緊 放鬆一點 插不到師奶沒有人 我真的很不開心 但我想問你一件事 當你有一個朋友說謊欺騙你 你想說什麼 我說丁一元 他今天也有分離走私 原來他一直瞞了我很久 還瞞了我很多事 往我之前還一直相信他 還當他是好朋友 丁一元 其實這種人 你不需要這麼在意 他只不過是一個動賣商人 聽說他是在金玉里裡 打滾的地貓生意人 這種人一向都是見錢開眼 來自當頭 你何必這麼介懷 好, 丁一元 我知道我認識他不久 他還要是江湖中人 但是佳琦呢 從我從日本回來開始 我一直都覺得他受了很多委屈 上春堂的事, 到世伯的事 甚至乎爹媽媽給他的壓力 我是真心想幫他的 但是這次這件事 我知道他應該知道很多事情 他不跟我說也不要緊 但是我沒想到 他還說得好像以後都不需要我關心他 你說 我一直以來為他做這麼多事 是不是很多餘 關心是雙方便的 如果別人覺得不需要 那就算了 不要只會關心別人 有時候也要關心自己 天父, 從小時候 我一直都覺得 二表哥比不上大表哥 無論是性格還是行為商 我一直都覺得大表哥比較厲害 不過 跟二表哥相處多了之後 我發現 他不單止只有衝動 他的不開心 他的不顧後果 都是因為 他比大表哥更加有意識 甚至不怕辛苦 都要去幫人 現在那個人說不需要他幫我 我知道他很不開心 但我覺得 對他來說 這是一種解斷 天父 天父 求你幫繼宗二表哥 看清楚這個事實 放下這個包袱 噴藥 潘神父 你來得真是對 我有個好消息 我們第一批救濟品很快就到了 那就好了 小小姐 大隊長 我有話要跟你說 不好意思,昨天重修了 那沒事,放心 不是,其實也不單止是昨天的 可能我一向跟著你爹出身 做事比較實事實幹 跟副市長做事的手法有些不同 他可能會覺得我不合作 但其實他一點感覺都沒有 還有,你爹就是能夠送過我 所以才派我來這裡 大家都想為佛山做點事 謝謝姐姐 行了,很方便 富少長 有重要事想跟你說 任我放司機 是嗎?那就好了 那我們要立刻準備了 第一批救濟品來到 應該只是分派給三百人左右 所以我們絕對不可以浪費 我決定第一批物資 先分派給老弱傷殘 而且我不會公開貼告示 因為一公開就會 所有人都來拿救濟品 其實我已經計劃好了 我會派市政廳的人 直接到這幾個老化的區域 登門拜訪他們 還有,我了解過 在這個區域 是特別多傷殘的人在這裡住的 君弱,你同意嗎? 同意,你的計劃得很周長 不好意思,我還沒謝謝你 謝謝我什麼? 不是因為你湯馬士神父 都未必會考慮 在我們佛山做救濟工作 好,況且整件事都是你幫忙 和意大利教廳方面溝通的 我應該的 只是謝謝我這件事? 不是,我知道的 我回來佛山之後 你真的幫了我很多次 要不然 我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做到那麼多事 其實我和你一樣 只是想關上窮人而已 還有一件事我想你幫忙 那些物資運到來是寫洋文的 到時候你一定要在這裡 不然我一定會丟臉 沒問題 那需要我先把洋文教好嗎? 也好,明師出高圖 到時候我的洋文一定會很快 謝謝 想想吧 你別人安靜一下,別害我看著你 行了 最醜上一次的事是和我了 要不然我不用看人家臉色那麼折朵 佳琪 嘉琪, 早安, 進來吃碗粥吧, 來 來, 進來吃碗粥吧 粥我早就起床熬的 渣菜我浸了一整晚不鹹 對了, 長命功夫長命做 二叔不滿粥過你 我想先去醫館收拾點東西 好 嘉琪, 我想了一整晚 其實你說得我對, 是我錯 玉琴, 我們是不對 但嘉琪大人不記, 少人過 總之以後我們一家人一條心就行了 別再提了 就是了, 都說了是昨天的事 嘉琪也不提了, 還提完怎麼行 吃包吧 吃東西… 我不吃了, 總之你們好自為之 你真是多疑惑, 佳琪也不說話了 你說什麼話可以的, 走走走 你有路走嗎?能跑到哪裡了? 媽, 你還嫌不夠煩 你叫玉琴不要提, 你自己又提 你裡面藏了那半烹粥也拿出來 哪有夠飽 怕了你 你幹什麼, 還虎口虎面似的 現在杜家什麼都沒有了 糟了, 我們以後怎麼算好 佳琪會不會真的不管我們 行了, 你認識佳琪這個人 你也知道對她口硬心軟了吧 那… 放心吧, 佳琪一定不會趕我們出去 我們沒事 再說吧, 我們杜家什麼都沒有了 那更好, 就當那些壞事一次過斷尾 雖然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但是這裡是佛山 餓得死人呢?天無絕人之勞 我們有手有腳, 以我們這樣的人才 找兩餐有多難? 那… 那什麼?別人說你也不相信 你二叔, 我說你也不相信 我什麼時候會騙過你呢? 我…我相信你了 行了…坐下吃粥, 快點… 總之以後大家有粥吃粥 又是吃粥 還握著這麼大器人 我幫你破了太多柴裡 不用這麼冷得哭 那怎麼加冷?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你媽媽今天打不上檔 你才把柴子拿來?多裝作 你這麼聰明 你這麼聰明知道我媽開不了檔 我幫不了她的手,我真是不好 你這麼聰明一定知道我需要些什麼 那倒是,一生兩兄弟,對吧 柴子怎麼賣?沒理由你白做的 一元哥,你說如何如何 好 不過不知道有沒有人記得 上次大檔被人打得豬頭餅 是誰背你回來 還有誰替你背上街數 你還欠我十個大洋,慢點 一元哥,別這麼大聲 被我媽聽到殺了我都像 我現在是你來跟我計工錢 你以為你工錢貴一點還是我工錢貴一點? 你工錢貴一點,是我不對… 是你不對吧? 是 我浪費了這麼多口水跟你說話 都是為你好而已 一輩子兩兄弟,對吧? 用不著你計算,我計算 不是你做就我做的 好,一輩子這麼簡單,對吧? 兄弟,我自己做,不用你幫忙 我洪炳一輩子有你一個好兄弟 福福可舊 慢慢來拜託 你還好湯雞拜神 我對你真是用心良苦的 這個小子真是爭不下去 沒辦法,慢慢教吧 笑什麼? 如果你是老了,我覺得你好像他爹 我像他爹?我怎麼生得出這麼高大的兒子 我是說你好像爹的臭兒子一樣 經常管著他,照顧著他 不過爹好像沒試過這麼兇罵我 我明白了 你真是說熊大媽就是我老婆 那就糟了 那真是沒有年輕女孩喜歡我 我哪有這麼說 那就是還有啊 對了,繼忠真的來找過我 不過你放心,我沒有把真相告訴他 他不太高興,不過也沒辦法了 不要緊,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盡快驗了忠藥 我去找他 挖個沙子也沒有 大哥,幫忙搶一下 小姐 謝謝 謝謝 花廠, 挺好熱一點才買 快點 臭小賊, 想偷東西, 被寶師我踩了 我把你飛回去了 臭小子 我跟亂屁一般 想偷東西 我也想偷東西 我培地搭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真的不是我 是他 李宗盛 莊人沖涼 你這個顏色貝才好學不學 年輕人, 學莊人沖涼 你別人叫沖涼怎麼辦, 你小子 你呀, 救救你 我來臭意罵你 中金 熊大媽, 熊大媽 熊大媽, 熊大媽 是這隻顏色貝才是誰 這隻 熊大媽, 熊大媽 熊大媽, 熊大媽 是一場誤會 你們這樣禽獸行為 看他們倆做的 還說誤會? 媽媽生小孩不知兒心肝嗎 你真是臭小孩 好學不學, 學做顏色貝 有了, 熊大媽 有了 熊大媽, 熊大媽 你真是經常掛在後面 那個孝順仔熊炳 還說孝順仔, 正式色色色 算了, 熊大媽 剛才又被滾水淋過 又被你打過了, 甚麼都瘦了 況且我又沒有吃虧的 媽媽, 你聽到嗎? 她也說沒有吃虧 那妹仔一場誤會 還說誤會? 人家偏偏姑娘大方肯原諒你 你還不跟人家道歉? 對不起, 偏偏 她就是偏偏? 是 偏偏 怎麼了? 你怎麼了? 你沒事吧? 偏偏會搬到我們家裡 住一頭半個月 你拿你的被子出去 秤房間給她睡 不用了, 我跟她抹上去 媽媽, 你是死人頭嗎? 你就是要抹上去跟媽媽抹上去 跟媽媽抹上去, 你是小時候嗎? 你看, 我在這裡做好聽唱就行了 媽媽 你覺不覺得一元哥的眼睛有問題? 你說什麼? 是 擺個漂亮得扔一聲的偏偏在這裡 不收貨 你說他的眼睛有問題嗎? 我也不明白 其實偏偏和一元也算是有緣分 十幾年前, 偏偏和他爹流落佛山 當時他爹病死了 他就無依無靠了 打算賣身撞褲 差點被那些人犯子賣去山打根 幸好一元出手相救 之前我也聽一元哥說過 原來這麼長篇 一元為了和翩翩熟身 欠了一筆債 當時也挺辛苦的 後來終於還了 通常這些故事的背後 女主角一定是以身傷她的 是呀, 翩翩當然想 閉在一元不肯答應 還一口拒絕 我都說阿丁一元的眼睛有問題 誰知道原來腦子也有問題 當時偏偏不知道是不是一生氣 就馬上跑去上海 還幸好在法租界那裡 最大的夜總會那裡做 太太, 姑娘 把你老媽指我還要貼身 你貼不貼不關我的事 我最想知道就是 這次偏偏回來是怎麼想的 你看也看到 她一回來馬上就找一元 你說吧 難道偏偏這次回來 是想以身相許 一元 怎麼樣?佳琦 葉劍島哪種藥材有毒? 我和上大夫也檢查過 背部、沙心、穿護三種藥材 都是沒有毒的 不要緊, 慢慢來 是呀, 一定找到的 醫院, 你可不可以幫我 替我替往的路? 我看時間更早 我想檢查多兩種藥材 好, 沒問題 你怎麼樣? 沒事, 不小心辣了 給我看看 沒事 沒事 一元 偏偏? 你為何要先來佛山 你們為何不要先跟我說一聲 我剛剛到 我的行李放在紅大媽那裡 這位是… 她叫佳琦 現在在常大夫的醫館那裡 掛單做女醫師 你好, 我是杜佳琦 你好, 叫我偏偏就行了 一元一肯定這麼叫我 你跟一元是… 我們認識了十幾年了 對, 一元 這次我上海回來 帶了很多東西給你 是嗎? 一元, 我還是先走了 剛才你不是說 繼續研排藥材嗎? 偏偏這麼遠從上海回來 你們一定有很多事情談 明天先, 再見 再見 其實我這次回來 也有想過叫你佛山接我 但我更想給你一個驚喜 那現在就給你了 這麼好玩 照你這麼說 一元和翩翩都經歷了很多事情 總之你知道就好了 別告訴別人 你知道我的嘴巴這麼密 一向不喜歡說別人的事 那你真的說一元和翩翩的事 不讓別人知道嗎? 你還小, 做男人的事你不明白 你長大就會知道 總之別讓一元一知道 否則他會很尷尬 不尷尬 一元哥 你尷尬嗎? 這次神女有心, 傷亡無意 一元真是絕情了一點 你也是這麼想的 剛才阿炳跟我說 我也是這麼回答他 不過我們就知道了 別跟別人說 為什麼 免得不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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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進去幫忙拿這道菜 好… 很香 精彩, 這一頓很精彩 比我們吃的九大鬼更精彩 這些菜全都是偏偏煮的 我只是幫忙 好… 但不要緊張 能進廚房就能出廳堂 還要賺多一句 什麼鬼? 做得那麼多 誰是呢? 我這一頓全都是上海半幫的特色小菜 這一鍋就是酸辣湯 南腸小籠包, 水晶蝦仁 齊菜春筍, 享有閃虎 以及紅燒蛙水 蛙水? 怎麼叫蛙水? 蛙水就是青魚的尾巴 最好選擇筋半重的青魚 這尾巴一天倒在水裡發一下 所以魚肉才夠幼嫩 紅燒就最好吃了 聽到就像耳朵動一樣 是… 等等, 還有一道菜一定要介紹 鹽毒鮮 又鹽又毒又鮮 一聽我的名字就鹹鹹了 他真的又鹹又鮮 他用了上等的金華火腿 新鮮豬腿肉, 加上白葉豆腐 吸收精華, 懂得吃的 不吃火腿, 不吃豬腿 只吃白葉 先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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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鹹, 鮮, 美味 美味… 不要吃 這碟是甚麼? 鹹魚煎肉餅 鹹魚煎肉餅是廣東的 一元喜歡吃 這個鹹魚煎肉餅真的很好吃 一定用上等的梅香鹹魚 再用鮮豬肉一碎 然後底面兩邊煎, 鎖住水分和精華 適合吃就不會用來送飯和粥 不過, 一定用來送酒, 是不是? 能吃東西 鹹魚鶴鶴魚, 佛酒 我走了… 我幫你吃醬汁 我拿酒杯 對… 你明知道我一杯兩杯糞便不能喝 一元 今天是翩翩第一天回來佛山 你不是不替她洗塵吧 喝了它 不醉無歸 喝就喝 沒什麼 你能喝阿炳那杯 不搶醉我了, 一元哥 做兄弟的事不是喝他們那杯 不喝我這杯 你明白嗎? 你也要喝我這個老的這杯 死仔, 你明知道我不能喝 你想我死嗎? 丁一元, 最多喝醉 不會死的 你不是不喝吧? 一元哥, 你不是這樣嗎? 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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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吧, 不用死的 好… 好… 好 一元哥… 你不是這樣 你喝吧, 你不是這樣 你喝吧 你… 拍吧 泰P, 怎麼可以喝這碗酒? 我就不會 沒有人陪你喝的 一元哥就陪你喝 來, 乾杯 乾杯, 去吃東西 一緣哥的酒就喝完了 現在到我偏偏敬你們 好呀, 誰不喝就做粟頭烏龜 怎麼了?用粟頭烏龜嗎? 粟頭烏龜 你不吃粟頭烏龜 偏偏你的酒量真的越來越厲害 連他們那幾個東西也不夠你喝 其實喝多多你才懂得醉 你真的一點醉意也沒有? 酒量是可以練習的 特別是當你知道你越喝得 就越可以保護自己的時候 對, 你自己一個人在上海這麼多年 應該學會如何保護自己 那這麼多年, 你有沒有擔心過我? 如果你是問朋友之間的擔心 那當然有, 為我不像這麼沒良心吧 其實上海這麼多年, 我也不是沒人追的 當然了, 你二百年華嘛 怎麼會沒人追呢? 但是我要拒絕小朋友 我知道了, 你會不會太要求太高了? 一個沙廠太子爺 另一個在法國大使館做翻譯的 還有一個跟黑幫也有點關係 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可能是, 但我這次回佛山 是想落葉歸根 其實有些事 我們之前不是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嗎? 我說落葉歸根 是想在佛山搞小生意而已 你也知道我了 在清遠那邊已經沒人沒什麼 回去佛山也還有一些朋友 如果是這件事, 其他地方未必能幫到你 但在佛山我也有些方法 你想要什麼?我會幫你